我们要把那个多余的蓝把它去掉的话 当然前面讲过你可以记得删除列 删除列的话你可以 for i 等于最下面一列 相反的一直往上check 如果它的储存格里面刚好两个字就叫ritch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是多余的 那把它删除 OK 应该可能会写吧 然后一直往上抓 抓到这个又是日期 那但是特别注意一定要留最后一个 所以你for回圈的话基本上就到这边就停下来 不要再往前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程式撰写 那在云端上其实也有 这边的话呢 我们写出来基本上就是删除列 一个sub OK 其实你用那个插入程序嘛 然后这个sub就要删除列按确定 那程式部分的话呢我刚刚讲过 第一个for i 等于最下面一列 for i 等于最下面一列的话 我是也是刚好颠倒 之前是第二列到最下面 现在是颠倒 主要为什么要颠倒 我前面好像讲过吧 因为如果你现在假设往下删除 它基本上呢 如果你把这一列删掉 它会往下继续找那个33吧 可是问题你如果把它删掉之后 下面的东西往上跑 那这样的话 你会有些地方会检查不到 比如它33会变32 那你应该要再检查33 可是它33已经变32 那它只会增加 所以你会33就检查不到 32就检查不到 有没有 然后就一直往前 所以这个方法的话 建议是你倒过来 这个前面有讲过 所以反向删除 后面要加一个step-1 这个应该有印象 然后呢 我们如果它的a栏里面 等于日期 另外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可能要check一下 因为有些时候日期 后面假如有空白的话 那空白也算是四 你可能要把那个空白也加进去 否则的话 那可能会找不到那个资料 OK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检查一下 里面有没有空白 OK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是的话 那就把那一列给删掉 那一列给删掉的话 就是Rose 那一列的列词就OK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快速的把这些资料 全部删光光 OK 删除列 然后再来的话 资料剖析 那剖析我希望做 这个部分 因为稍微复杂一点点 所以我的做法是 一选取什么 这个游标先放在D 这个放在D1 OK 放这边 所以第一步 那后面这一段 资料剖析我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录制剧集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做什么 把这六个号码 把我剖开来 放到这边来 那我要怎么做 基本上的话 我是 这个 大概几个做法 一我游标先放在这边才对 D1 那我在录制的过程跟 一我游标放在这边 第二个我把这边数一 因为我这边需要什么 再向右填满 按Ctrl键 他要帮我入进去 1到6 然后再来的话 把这边的号码全部 跑到这边来 然后再把B 篮给删掉 这样的话就是特别号放最前面 今天没差啦 你如果不喜欢 你就把特别号再搬到后面 因为可以 然后剖析的话 特别说 一游标放这边向右拉 1到6 二的话再把游标放这边 然后Ctrl 去不向下 特别注意 是要剖析 如果你要剖析的话 一定要先选范围 但记得不要整栏选取 如果你整栏选取 他连那个大热透重两号码 这边也会剖 OK 所以记得你要剖的部分 这边Ctrl 去不向下 然后做什么呢 把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剖析的话呢 我们就用那个什么 斗点嘛 所以分格符号 下一步 然后把斗点打勾 下一步 目标储存格 特别注意 请你放在哪里 放在第二 OK 那就把六个剖开放这边 按完成 好 然后最后把这边删除掉 这样就OK 最后可能再补一下 选取这几个范围 快点两下 让他什么 蓝宽自动调整 那其实刚刚做这个动作 在VBA里面只有一行 叫Colens蓝 Colens物件 点AutoFix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就一行程式 那所以呢这边 那我刚刚这个动作 我已经把它录下来了 当然这个地方因为 录制剧集应该不困难 所以请各位自行去完成 然后资料 最后的话呢就AutoFix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大乐透下载 多两个字 批次 那我基本上 这个是刚刚写的 可是下载完之后 这个应该算第一步 第一个步骤 单引号 先这边Tab一下 单引号 这个是1 第一阶段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我做什么 删除列 所以这边可以 Col 删除列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资料 口C 最后的话呢自动调整栏宽 4 后面4可以自己打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我就Col 把这个删除列 因为其实你不用把程式Col 你只要把这个 删除列 Col 这样就可以 它就执行到这边 删除列 然后资料口C的话 一样 这边一样Col 资料口C 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 自动调整栏宽 就是Col 不然这样要跑太快 它一下跑完了 虽然OK啦 可是好像感觉没办法看到细节 所以我这边 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我接下来 来执行一下 OK 执行 3 4 好 大概4秒钟 OK 如果说你怕等太久 其实你也可以做一个进度状态条 有没有 1到55 每跑一次更新一个部分 OK OK 可以啊 只是说 你等一下把上个礼拜的东西 对 拿过来 如果你每 你只要每一个范例要等待的话 你就做一遍 我跟你讲 你大概做三遍 你大概就熟了 对 下一次闭着眼睛都会 只是你要记得那个步骤 可能要牢牢气得 OK 好 再来的话就删除列 所以这边的话 那我按F8 你不然扣他 那他不用把程式扣过来 直接呼叫他就好 所以以后 你假设四段 你都要把它变得很简简简的话 那就扣扣扣都可以 OK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删除列 好 跑完 再资料剖析 所以资料剖析过来 这其实都一样 所以我就让他全部跑完 OK 最后的话 AutoFits 有没有 Covents 蓝 自动调整 所以执行一下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 所以每一次呢 他就自动呢 就跑 Ctrl向下 看看蓝数 列数 最后如果你看到是 1637列的话 那等于是说 他开到今天 等于是1637-1 那就是1637 那当然最后我们是希望 请问一下 哪一个 哪一个 这个范围里面 哪一个数字 出现几率最高 那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 就类似用 我们知道 也可以把这个 刚才复制一个过来 知道 然后呢就不用 不用这两个吧 也不用 就一个就好了 这个就是几率嘛 然后几率的话呢 就是 总 就是全部的几率就对了 几率的话呢 就是 康成那个范围里面 好有没有 那排名也可以算出来 前期面也可以算出来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好 试一下 喔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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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